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 Channel 賽馬的時間 很快回顧一下昨天賽事提供的心水 兩者出馬蛋地的那場複日1.6倍 贏來都辛苦 因為昨天放頭形勢比較好 早段出場比較慢 要跟得較後的位置 雖然有快步速幫助 始終要追這麼大段距離 尤其是去到末段那幾場賽事比較困難 但是他最後僅僅押過極速王 贏得也算是有點幸運 拖一句拖中極速王 幫助大家贏和贏 因為我只是介紹贏和贏 第十場開心好玩 我到最後自己都不敢從重心投注 主要原因是因為 末日和沈澤成 那隻行星夢我很不滿意 同樂日又拉停 不知道是不是這隊組合有些古怪 雖然很明顯是利放 但也沒有買從心為止 結果都跑到第二 但那些腳 因為我隔夜的 都預算不到賽事 是下雨了 也算是大雨 挺密的 黃龍大獎的灰馬 黏的比較好 就贏出來 輝王星也跑得好 經濟勇士被抽情 稍後再說 高出賽馬 其實不錯 表現1.9倍 大家不要說 富六 熊王 11倍是第三 場有之聲 跑得近 東方雷都近 同樂日後收藏 就不太好 禮拜三 全田泥夜賽 有兩隻高出賽馬 就是一場零光八號 和六場大合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很快就講一下 一些秘謀馬 昨天 讓我很快立一立 第二場 其實如果看了臨場分聲 我都說匪曹鳳凰 不是那麼厲害 上場那個入位 這次也輸得比較遠 平海掌聲 完美就是完 這次跟位 還跟得前 比上次 來拉奇 你見到金錦五主動位 都知道他 都盛望高唱入魂 如果臨場分析 大家都聽到我說 頭兩場 其實斯王 李建國說12倍 落到8倍 昨天李建國 那首座 其實四隻蔡若翰 頭兩場 我覺得他支持他 因為那些場面 很厲害 其實斯王12倍落到8倍 結果追風企足 追風企足 和平海掌聲 都進來了 第三場 沒什麼特別好說 第四場 高大威馬這隻馬 真的很兇 這隻馬 升班 還可以去 這場我想起碼加8分 加8分 看看 59分加8分 即67分 67分 133分133分 120磅 如果是80分 那應該有機會騎到 如果加8分67分 如果頂磅那隻馬 是80磅 80分 就算是80分 那他也是 120磅 潘頓麗可以再騎到 下次繼續 買到這隻馬 贏得很厲害 自己跑到自己 這隻馬 下次 外檔也沒有數 為14檔這些 更加好 下次繼續留意 高大威馬 第五場 這場賽事 一開始 懷疑時時精彩 看來看去 潘頓麗是否有問題 潘頓麗可以 我覺得他不是故意的 他 國際平常試過自己放頭 沒有遮擋 賄散得比較快 所以他著意找遮擋 他著意找遮擋 他又找後了一格 找到比較後 馬克羅斯就越跑越順 自己先走了 難以追到 市政彩 只可以說是 機緣際遇之下 輸了 市政彩 當然我想他不是 醉醉醉醉的時候 但是香港夠勇 去到杜拜就不知道 再看 杜拜都是世界高手運輸 第六場美麗滿分 現真身肯放頭 潘頓放了 那場跑第三個 那場高水準 但是之後 場一場沒有 這場有了 肯放頭有了 蒙古王 直路有些失的 再衝上來 都是失運馬 跑第二 不是他有機會追到 我們第一次 下次看潘頓 下次也沒有騎 潘頓 你現在80分 又加2分 他也有82分 下次看誰騎 除非是85分賽事 應該比較少 第七場美麗全城 就是 劣勢下贏馬 算是 早中段 不太搶到 然後 中途有點搶 後 然後轉彎 湧上來 為什麼會說 劣勢下贏馬 千六和千二的對手水準 不同 一回事 第二回事 就是 他們全城上次 是敢敗 比預日方中的夏威夷 千二米那一批 還未有些 後三馬 中心勇士 可能是被掩蓋他們 但是 中心勇士 發了燒 卡了卡了 所以就爭奮奪秒 王蝦王 紅衣整神 那一批馬跑 那一批馬跑一跑 就爭奪秒贏 以為好像很棒 上到1400 當然爭奪秒是 失水準 但就算他跑得失水準 我也不覺得他會贏 這場 王蝦王跑回正確一點 上次真的離譜 田坦安 他竟然覺得這場 他放了出來 就是現真身 田坦安 這些 王蝦王 第八場 我也拍了一段影片 莫萊拉戲棋 這場馬 人為因素很大 莫萊拉這樣續下去 團結精神 萬方 放回來 這場馬 令到我第九、第十場 都沒什麼心情買 因為看完第八場 實在相當的細節 雖然我沒有買重柱 但是看到這樣跑馬 自己也不是滿意 不過第九場也自己買了福日 福日也說了非常難的程度 才能追上來 這場我看到梁蔡 很厲害的 他很黏的 變化了一點點 但都快放了第四 證明放頭幾具威力 去到十場 正路也繼續玩 我沒有玩重柱 但我最後也沒有玩 因為都是怕了 莫萊拉甚達成這組合 但結果 都是 十三個半 位置 回到 這場 葉楚行被抽稱 競技勇士 跑快 又要看一點 葉楚行 不斷被抽稱 這陣子 我自己的孖寶是 經濟勇士 我看上去 就算他跑得正確 還是跑第四 可能近一點 可能半個馬位 口在那三隻 前面黃昂大將 開心我玩 輝王星之後 半個馬位 我跑得最好 現在被抽稱 看看怎樣解話 你說抽稱這隻 不如 競賽小組也說一下 第八場的行星夢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猛報速 逐候 一舉都沒有問 刻意逐候 是刻意逐候 我拆劇指示 是不是這樣 沈澤成 蝕恩奇開千月 全部都對前 這場是逐候 我真的想了解一下 競賽小組為何不問這場 難道他覺得很合理 不過 怎樣也好 跑完 大家知道 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都發表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十五年前都會說一下 宜兵馬 遇到集前六飛馬 旗連動態 和場地形勢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看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點擊 發訊息 或者發訊息 或者點擊我的致領 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 介紹一下臨場分析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參與 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 和Net Channel 點擊訂閱 和訂閱 和按鈴鐺的新影片 有一個通知 大家想知道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